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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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私人物品 小件的东西 一般我们建议客人就是在搬家公司去到客人家之前 事先都已经打包好 而且尽量是用纸箱去打包 因为对东西的保护会比较好 但是家私呢 可能大家对家私怎么打包没有什么概念 那这一部分呢 你就可以事先跟搬家公司沟通好 由搬家公司他们专业的员工去替客人做这个包装的工作 对 或者是事先带一些专业的这些包装材料到客人家里替客人做打包 好 那么刚才呢 你也是说到了就是这个预先准备的工作 当然是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搬家公司 那么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多伦多有这个华人的 有新人的 很多的一些搬家公司可以选择 那么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搬家公司 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对 那搬家公司非常多 现在广告啊 报纸啊都非常多 但是大家可能在选择上会有一定的困难 不知道哪一家 你要去选择哪一家 对 这个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大家要先确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搬家公司 比如说我是搬长途的搬家公司 那我可能对这家搬家公司的这个诚信度要求会比较高 然后对这家公司这个运输过程间 对这个物品的这个保护要求会比较高 如果我是城市就是local的搬家 那我可能对这个搬家公司的这个 到达我家的时间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客人事先要知道自己是要求是什么样 那你找的搬家公司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 是吧 那么在您的这个我们首选搬家 是也是有这个长途和短途的 就是local的这样的两部分的服务 那么这个我们首选搬家公司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或者是特点 对因为我们搬家公司现在成立十多年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长途跟local的运输 那我们local的运输呢 现在有自己的车队 有自己的货仓 所以可以提供比较多样化的服务给我们的客户 长途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做走物流的形式 那就是说在这个价钱上 可能可以提客户做到最便宜的价钱 比如说从前我们运货到温哥华 如果是走这种汽车的形式 就是吹软的形式的话 那一般是要一万五千块左右起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按我们走这种物流的形式 是用火车运的话 那可能只要一千多块钱就可以起运了 对所以这个价钱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跟传统的这个运输比的话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提供到客人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服务跟好一点的价钱 那么其实在这个搬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呢最在乎的是这个物品的安全问题 对然后呢我想问一下 我们首选搬家公司 怎么样去保证这个在搬家的过程当中 这个物品的安全性 对那其实每个家庭在搬运过程中间 都会有一些贵重的物品 是要特别小心的 比如说大件的物品 比如说钢琴啊 一些大型的水晶吊灯啊 或者是有一些大的电视机啊 对 鱼竿啊 大理石的桌子啊 对这些东西一般客户自己 是不会做这些保护性的包装 是是是是 对它全部打包好了以后再搬运呢 就是破损的这个几率就不会有那么大 对 好那我想就是这边脑子连蹦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就是既然说我们的这个搬家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那么又要就是对这个物品 而做一个非常严实的一个包装 以防在这个搬运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损坏 那么这样的这个时间是不是 就是搬家的这个过程 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是非常的多 那么价钱是不是也随之的就是往上走了 那么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价钱 其实现在多人多的这个搬家的价钱 跟十年前比呢 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大家都知道这十年多人多的房价是 发了多少方 是 对所以现在 价钱来说应该不是太贵 当然你如果需要包装会有额外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是专业的这些员工的话 他替你包装一件东西花的时间并不会太久 对 但是最主要是你那个东西的价值 它可能非常高 比如说你花了半个小时 可能就花了三十块左右去做包装 但是你保护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三千多块 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值得的 那么咱们这个首选搬家是怎么样去分配这个员工 就是比方说是一个house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有这个 比如说根据house的面积 然后去来分配多少员工去做这个搬家的工作 对对对 这个很主要 因为house从一千尺到几千尺不等 对所以我们要根据客户东西多少 跟房子大小来安排员工 就是比如说是两个 三个或者是四个 两架车六个人 对不同的house 我们是根据不同house 不同的情况来安排员工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业主 和搬家公司提前去沟通 把这个家里面的任何的一些情况都讲清楚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搬家公司才能够根据客人的不同的情况 然后再去酌情的制定这个搬家的计划 对吗 对对 所以事先的这个沟通跟准备工作是非常主要的 对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客人事先跟搬家公司 大家尽量是事先沟通好 一个是搬家的时间 第二个是搬家物品的多少 和一些贵重物品 哪些物品是需要包装 或者是需要一些包装材料 大家事先沟通好 对这样子搬运过程中间就会比较顺利 是 那么这个其实啊 我觉得即使是做了一个事先一个非常充分的沟通 那么我觉得很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概率啊 在我们的这个搬家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不愉快 那么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搬家公司与这个业主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不愉快 对专业的搬家公司呢 其实在大家就是预定的时候呢 就会把整个搬家的流程跟大家说清楚 对或者是他们员工到了客人的客户的家里 他如果发现有一些东西呢 是没有包装或者是比较容易损坏 他一般会跟业主大家就是会沟通 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对 如果万一发生 大家怎么处理 这样子可以避免大家就是很多时候 因为这个不理解或者不明白发生的误会 是 对 好 那么最后呢 想请教我们的林飞怎么样去预定一家搬家公司 然后怎么样去跟他们这个搬家公司去提前的去做一个实现的沟通 以防就是我们这个搬家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对 那一般就是我们都说大家在确认这个搬家的时间的情况下呢 你们打电话给搬家公司预定这个时间 告诉搬家公司你们现在的具体情况 和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 对 然后最好最好呢 是大家可以到我们搬家公司的office 对 大家面对面的沟通 把这个很多东西大家事先讲清楚 让客人明白这个流程是怎么样 对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林飞啊 做客 我们今天呢 活在五点的过于嘉宾访谈环节 给大家呢 一起来探讨了一下关于搬家的那些事 那么其实这个搬家呢 也是不是一件小工程啊 也是一个劳烦 就是劳心费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事先的准备和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搬家公司呢 是显得尤为重要了 好的我们今天的国语访谈环节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